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创下一个记录 就是上回有一位观众朋友 带来了一颗七克拉的钻石 后来鉴定结果是2000多万 这是创下我们节目史上面 最高的一个记录 今天又有人来踢馆了 他也带了钻石过来 待会我们要好好来了解一下 他到底带的钻石的话 到底市场上面的价值到底有多少 好 我相信电视机很多观众朋友们 早期可能买了非常多的翡翠 或者是钻石 都不晓得它现在的价值到底有多少 没有关系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写信过来我们制作单位 然后把这些你的珍宝 古董 玉器 或者是珍珠 翡翠 钻石 全部拍一张照片 然后寄到我们制作单位来 我们制作单位的地址 是位在台北市中校西路 一段四号十九楼 梦想节五十七号收 那我们制作单位 在收到您的这个信件之后 会马上跟您来联络 好 这个过去 您可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 比如说买到这个翡翠 一千多块 两千多块就买到了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可能价值数十万 不是没有 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 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这好像是这个捡到宝一样 好像是这个签乐透重到奖一样 那这个鉴定的结果呢 就要邀请我们的一个专家了 好 我们珠宝玉石鉴定所的所长 黄杰奇 黄所长 欢迎您 嗨 大家好 好 所长过去可以花一两千块 可以买到那个 现在价值十几万的东西 现在还买得到吗 比较难耶 不过去淘宝吧 好 讲到淘宝的话呢 我们要赶快邀请这一位 这一位呢是我们的苗栗的观众朋友 胡小姐 胡小姐 您好 好 欢迎您 大家好 好 来 胡小姐真的是淘宝啦 她淘宝的话呢是老公去淘宝 老公去哪里淘宝 都在那个西海岸海边耶 海边啊 对啊 完全都不用本钱喔 要苦力 要苦力啦 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 然后她到海边 真的能够淘到宝吗 可以耶 真的还假的 真的啦 你确定吗 确定 但是现在比较不容易了啦 不容易喔 好 没有关系 我们待会儿要请那个所长 帮我们好好来看一下喔 这个胡小姐的老公呢 是到海边里面去淘宝啦 还不是到那个浴室厂里面啦 那捡到的东西一定是货真价实 真的东西 但是那个真的东西到底值不值钱 还是一个问号啦 待会儿呢好好来鉴定一下 好 另外呢还有我们 美乐迪姐 来 美乐迪姐呢她是张小姐 来 张小姐你好 欢迎你 谢谢 好 来 美乐迪姐 您是本来是住在美国 对 然后呢又搬到台湾 不是 我很多地方 我这还在美国 我两个女儿也都在美国 但是我是 我先生是从被人家聘到大陆去 美国专家去盖厂到大陆 所以我又跑去大陆 所以北京我也买了房子 完了以后金融危机 我又跑到台湾来买房子 所以我就跑了跑去跑了跑去 好 那个美乐迪姐呢 她是专业的投资大师 没有啦 不客气了 那在美国的时候呢 您是担任什么 我是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 对 在普丁雄 也是投资长 对不对 对 投资 我有四个执照 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美乐迪姐呢 过去呢在美国啊 大陆啊 还有台湾啊 这几个地方待过以后 它是不是有投资到 真的不错的一些珠宝啊 或者是收藏品 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 好 另外呢 我们也特别呢 感谢我们的国兴保全公司 好 今天梦想街57号呢 特别隆重邀请了 来自于美国的投资大师 Melody姐 Melody姐呢 要帮我们来展望一下 2014年的最佳投资环境 我过奖了 谢谢你 好 开始啊 开始 对 大家好 我要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 帮我鉴定一下东西 没有啦 我们现在 没有 鉴定等一下的事情 我们要先 没有问题 但是我怕我讲太多 你到时候这些都不用估啦 我先问一下这个Melody姐 好 股市 股市 房市 房市 因为它三栋房子就要扣二十岁 所以我现在只剩两栋 好 来 没有关系啦 你今天要把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当做自己的小孩 要教大家怎么样来投资 我告诉你 好 我这是诚心诚意跟你们讲 我们做财务的不能告诉人家说是稳赚的 对不对 我现在也不错啦 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我是在赌博玩着 这样子再聊下去 真的一个小时会聊不完啦 Melody姐 我已经跳到猪宝了啦 你不要再回去讲股票了 我跟你说你不要让我讲啦 我一讲我可以讲两个小时 好啦 我们刚刚从这个Melody手上看到了 真正赚的是赚这些 手上的这些 因为买股票赚到钱以后放到这边来 没有 这是还没赚的时候 还没有赚啦 放到这边来以后我们要来好好看一下 到底这一些东西的话呢 手上的这一些东西 还有这一个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当时其实您买这个是在哪里买的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鑽石的手链 对 在Houston我一个大客户 然后我要捧场啊 他是开珠宝店 他是珠宝的制造商工厂 然后在一个很漂亮的Mall Garrier他也开了一个批发跟零售的 有零售 他还叫我跟他合开 我现在说不要开啦 到时候被人家抢 你已经进阶要到开珠宝行业 对 因为他看我这个应该 对不对 因为我当初做财户顾问 我做得很不错 所以我认识了很多人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 他有这个我就跟他 因为我喜欢买鑽石 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就是买 因为我的结论是 要买鑽石要到美国去买 比较便宜 然后到买玉的话就要到大陆 大陆去买 对 好 我待会要问一下所长 是不是真的像是这样 就是鑽石要到美国去买才会便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整串的一个鑽石的手链 如果是合伙人朋友 然后应该他就是用成本价卖给你了 他当初标价是一万三千块美金 然后他都化掉变六千五 我跟他买大概不到四千 什么意思化掉 意思就是on sale 在美国就是出销 打折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诀窍 你在美国买的话 一般的零售 你最多可以打到三折 你是说on sale的时候吗 对 当然你不能包括有GIA paper 或是大钻石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 可是珠宝有这样子吗 有啊 我知道如果说打折季的时候 美国有一些衣服的话 他们折扣打下来的话 真的是很吓人 对对对 珠宝也是一样 珠宝也会这样打 你平常看 不过那个真的好的 他不会这样打 就是比较 就是碎钻 就是 或是说比较 国际知名品牌 他就不会这样打 对对 像甜品那个当然 对 然后如果是个体户的一些 珠宝商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有这样子 对 没错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用了很 然后你买 用现金付 我就用现金付 现金付的话 你就可以撒下了 那个空间比较大 好 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 告诉大家 来 那个 Melody姐 你这个钻石的话 总共有几克拉 七克拉 七克拉 他当初这样写 我也没去研究 您自己估呢 这个七克拉的 这一个钻石手链 你本来是买四千块的 Azelle的时候买 四千块美金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乱估一通 我现在估到四十万吧 四十万啊 因为他当初的 Azelle的价值 就是有一万三千多标价 所以我就给他 乘上三十的话 当初还是有时候四十几 有三十几 所以我就一算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标价跟他卖价 可是Melody姐 你应该也知道吧 你这个都是算是碎钻 对啦 可是卖价跟那个 肯定也是有差 你知道吗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可以买到三个级 你如果按照这个 按照你手上的这一颗 三克拉来说的话 你这个几分的这个钻戒的话 是他旁边的一个小碎钻 对啦 但是他也是有他的价值 他七个纳也是很少的 大部分的一个 那加起来 对啦 加起来是七个纳 没关系 我不是跟你吵架还价 我真的觉得你们俩 一个人买一个人卖一个人 我还是没用出来卖东西了 他很像要卖他的手链 然后我要跟他们 我站在这边好像在给你 对啊 对啊 好啦 我们来估一下啦 好 妹的姐姐 你估得少我也不会难过 他估自十万啦 对啊 你估得十万我也会难过 好 来 所长我们来 好 所长就是那个中间的 那个裁判者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这个手链的话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十五 十万零五千 我差这么多 差好多 你看我就说 我就说 我是买差不多 还好我如果是顾客的话 我买都已经超过十万了 那可能我的 你买四千块 不然有标签在那里啊 你买四千块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 对啊 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是三十几耶 对啊 所以你其实还买贵了 不是啦 可能是买这种不会保值 好啦 没有我们 那个裁判者来讲述一下 我解释一下 你这里面总共呢 有三十五颗 那依照这样子看呢 一个大概差不多在 十五分 十六分左右 观众朋友知道一下好了 通常这种碎钻 这样子镶嵌呢 大概十分到十五分左右 大概一颗呢 就差不多在三千块钱 那你照三千块钱来算呢 那三十五颗就十万零五百 十万零五百 那你没有算K金啦 没有没有 K金我没有算 我们只算钻石的分 是啦 是的 对 不这样算 好 没有关系啦 那这个 小小赔一下啦 带上很漂亮 而且二十几年来 带上你的手上 这样子也够回本了啦 很漂亮 无所谓 好 来 接下来的话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喔 来 我们的那个Melody姐 又很厉害了 三克拉的钻戒 那我就不晓得 它这个三克拉 到底怎么算 三克拉是种种啦 其实也不到三克拉 快三克拉 不是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不是乱讲的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因为我刚到美国没有多久 那个时候也比较没有钱 都有学生嘛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就看报纸 因为我想买个三克拉的单独的 对 我后来看报纸上写说 三克拉的戒指在卖 所以我就有兴趣跑去看了 一看我就很失望 我说怎么搞的 不是 是有混小算石的嘛 可是因为它便宜 所以我讲就算了 就买了 那是一对同性恋的 可能要离婚吧 就卖了 用现金给他买的 可是这是男戒还是女戒 这女戒啊 这是女戒啊 拜托 你看看这个样子 是女戒 这个是女戒 然后它是一个马眼钻的 但是它是 它是登在报纸上面要转售的 对 等于是说它是二手要卖出来的 因为我想总比去当铺买便宜啊 直接跟人家买啊 是不是 你只要有文件 那你得要知道行情价啊 不然的话它随便开 你也是随便买啊 那差不多啊 再说它有证书给我啊 好 来 所以你讲的三克拉的话 是除了这个马眼之外呢 中间这个一克大概1.23而已 还有旁边这一个 旁边这些加起来 大概1.7左右 1.567啦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所以那时候买的价格 那个证书也 我都可能放在美国 因为我三个地方都有放东西嘛 还有飞机 那时候买的价格是多少 我如果 因为也是很久 也是大概啦 大概是3.800吧 3.800 对 我妹妹还说 我记忆力怎么那么好 可是 你那时候看的话 最主要是看它的那个证书 我觉得很漂亮 因为那一阵子 3.800美金买的 对对对 因为那一阵子它那个 它那个 是很流行的 对 但是我现在知道 你要买 要保值 就是买这样一颗圆的 就是像你手上这个 对 而且你一定要品质很好 但是我那个是e color 你那个有e color吗 有啦 那是e color 我觉得你手上这个应该有 No 我 对 我这个也是e color 对啊 你这个有 可是你跟那个 来比较起来的话 刚刚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量多 那是用黄金 因为早期的时候 都是流行黄金 所以它的颜色是哪 对 所以出版 我告诉你 真正现在台湾 大家现在流行 好的钻石一定要用白金来像 叫白白的 你真的适合去卖珠宝 我猜在这珠宝店 应该不错 可是它应该卖什么都适合 它太厉害了 好 谢谢 好 来 那您自己评估呢 这一个三克拉的专计 我因为它上次的 Opressal Paper是写说 我都是根据它写的嘛 差一万三嘛 所以我想这么多年呢 那这五十万吧 不如笑那么高兴 刚刚七克拉 他估一个四十万 那现在三克拉的话 他估一个 我告诉你啊 到时候去买的时候都很贵 五十万 卖的时候都是很便宜 所以我不建议 你再投资这些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克拉的专计 这个是马眼专 当时是在美国买的 买了三千五百块美金 那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十八万 十八万是这样多少 除以三十六万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 我买三万 小赚一点点 但也很好啊 我给你解释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螢幕上面这边 我们大部分的所有的珠宝 买钻石也好 你买什么也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是它的香铅 这是它的那个香铅 那个爪子 在里边 我们现在是摆在显微镜下面 我们是尖的嘛 对不对 这边是尖的 这是香铅的金属 那它呢 蛮厉害的 在香铅的金属的旁边呢 就企图了 这是你的裂纹 这一块 这有裂纹 它有裂纹 对 这一块有裂纹 在内部 我们叫做羽毛状裂纹 也是很正常就是了 因为有这样子 这么大一个裂纹在这边 所以它的等级呢 只能到SI 对 没错 所以它的等级就比较差了 那反正观众朋友要记住 如果你自己呢 在家里有一个钻石的话 你拿一个使用方道镜看一下 那最主要要看哪里 就是看香铅的那个金属 把你包覆到地方 如果一个一则是 它整个把它包覆了 一则就是包覆没有办法完全 所以它会露一点出来 通常在这边 那这种东西呢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我们在香铅的时候呢 是不是原来的师傅 就是那个香铅师傅把你打裂了 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没办法确定 可是如果是香铅师傅把你打裂的话 这个裂纹一定是出口的 就是说你在表面呢 如果你拿一个金属的 或者你拿一个原子笔 你到这边去刮一刮 一刮你会觉得 咯咯一下 那就代表 有一个凹痕在 有一个凹痕在 那这样子的话就代表是 裂到表面 那裂到表面 说实在 因为事情已经过了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做的 可是是有可能的 原来那个香铅师傅 帮你香的时候在这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原先就有的话 香铅师傅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呢 它基本上是尽量不把你 金属就不把你抓在这个位置 因为抓在这个位置 相对对这个地方是很脆弱 它是非常危险 它很容易这边就裂得更厉害 那通常都是这边 像这个金属在这边的话 是这金属的下方呢 是有一些内含的结晶体 一些小小一颗一颗的结晶体 也是杂质啦 在它的体内的话 那是又会用这个香铅金属 把它包覆 而不是把包覆裂纹 然后又让裂纹跑出来 所以我强烈的怀疑 是不是这个撞击的结果 这边跑出来的 好 刚刚那是美国的战机啦 也不是战机 已经很不好啦 战机 美国的战机的吧 投资 那个如果按照 那个投资的绩效来说的话 不是 因为 是不及格的 那个时候 我以为怎么样 那个时候早期也不太懂 老实说 因为那时候刚去啦 对 然后这个像捧场 他就算多少钱 我也是照样的 这是早期啦 我们早期已经过去了 那接下来咧 接下来 这个也是早期啦 你这个已经 我把它补起来了 我那天晚上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天晚上你的那个 汤经理打电话给我 我起来洗个脸 以后就不小心把它摔成三段 那我妹怎么说 我妹说 这样子就是当你的栽 天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 很多人这样说 天啊 我觉得我这样一摔 可能也有十万 这是第三个我摔的 所以我运不敢买很贵的 你知道吗 第三个摔 第三个摔 我第一个是我阿嬷的老古董的衣服 这个 这个基本上摸一下 大概应该已经摔掉了 你是前两天摔到的 就你们那个汤 汤先生打给我那天晚上 我摔 我本来要让你沽嘛 但现在我还是拿来喔 为什么 因为不要给我沽高一点 这个给我沽 所长你弄断了 糟了 真的断了 对啊 没关系 真的断了 我妹说如果断掉 就不能再带了 什么如果断掉 她事实上就断掉了 不是啊 已经断掉以后 就不能再带了 手掌天啊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如果是 已经挡摘了 如果是Melody姐 她开出宝殿的话 不行 我不行 那拿起来的话 Melody姐搞不好跟她讲 你要赔了 我为了要来我还去洗这个钻石 你看那个店有一个 这样很绿的 他卖我18万 因为他知道我这个出手出脚 那他拿80万100万的 他叫我小心 他帮我带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这个断的要拿来啦 我就是说让你来沽嘛 你都沽一万块就很难 不会难过啊 还好庆雪刚才看到这边有列文 不然真的拿到手上来 真的搞不清楚是谁了 其实所长说实在的 我自己刚刚我也吓到 你也吓一跳 自己其实在我手上的时候 已经断掉了 你们放心了 我不会无赖你们了 来这里 你知道我刚拿到的时候 糟了 我刚不小心摸一下 糟了 我会不会把它弄断了 你知道吗 我只是希望她 因为我去买玉 我都是尽量跟固定 而且我都要有症状 这也是很大一张症状 你知道吗 对 那个是已经断成几块啊 三块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拆开来好不好 对 可以啊 然后我到珠宝店去 她说可以做那个键 你上次不是这样讲吗 可以啊 它粘得很粘 我把它粘起来 我们刚好 因为它这个断掉了 我们刚好 这边还有一段 对啊 待会我要问一下所长 这要怎么样恢复它 应该 我看恢复不了 有的价值 但是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断面的地方 好 断面的地方 待会呢 我们也可以让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咦 那感觉好像所长也不用鉴定了 你断掉以后 那个 你反而可以更确定说 它应该是真的 不是 跟我讲说 还没有断以前是多少钱 对啦 可以啦 最好少一点让我安心 但是我们看这个侧面的地方 感觉好像应该是 最好是假的 是假的吗 没有啦 不会假的 真的不会假的 你这个是在大陆买 对的 然后买了两万四台币 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多 我买到不到三千了 人民币 三千人民币 对 大概一万五啦 算一万五好了 那时候是五点多是吧 可是你很早期买的吧 没有啊 这个是它只有大概 你几年前 我去大陆才第九年而已 所以八年多吧 八年多 好啦 差不多啦 就是一万五 一万六 对 没有 也没有八年 五 六年大概 差不多一万五 一万六 那如果一万五 一万六 然后在大陆的哪里 我自己估十万 您在大陆的哪里 什么店 这是在大陆的辽阳 辽阳 对 因为我先生在那盖厂 辽阳 辽宁 辽宁省的辽阳 是个古都 对 然后辽阳 对 没听过 辽阳 好 然后 陈阳的旁边 什么店 是什么样的店 百货公司 古董店 浴室厂 不是 它就是 在那边浴的地方 就像我们的浴室 这样摆一个摊位 对 就是一个摊位一个摊位 好 来 来 我们估它之前的 你现在不必知道 现在两百万也没有了 对 所以买太贵 不然 我们先讲前面的 就是 如果它是OK的话 都没有断之前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价格 大概是多 你现在希望它的价格 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我希望低一点 我自己估十万 对了 不是 你现在不能用破的价格 来估 不是 我说原始 你怎么都没有叫我 我说请见价 好 来 你看 我跟你说 现在我跟你说 还没到 其实要是我的话 我希望它的价格是 不要 你那两个都有估 要是我的话 我希望我当初买的价格的话 是很低的 就是现在评估起来 已经很低 因为我已经把它摔坏掉了 我买不到三千 如果现在估两百万的话 你心会痛死 你最后给我估一千块 对 好 来 我们请所长帮我们评估一下 完整的 完整的 没有破掉 没有破掉 因为它前三千才好 不要让我心碎 我们看它到底损失多少 我觉得是应该十万 来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是八年前 大概花了一万 五六年前 好啦 五六年前 花了一万六千块台币左右 买的这个翡翠手镯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 来 一 二 三 请见价 八万元 不错 不错 那我就是一摔 八万就去了 对 你这个一摔没有啦 你这个大概还剩下 还剩下一万块 这边其实是不是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就是说 譬如说我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玉 但有可能会坏掉 那坏掉以后呢 这个碎掉以后 不要大家就急着把它丢掉了 对 其实它其实还是有价值的 对 还是有价值的 不会没有价值啦 其实你就是要把这个 你把这边到金属那个银楼去 请它帮你把它箱起来 其实还是可以接的啦 这还是可以接的 对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难看嘛 都会精致 可是因为已经没办法了 已经没办法了 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嘛 那至少它还是可以可用的材料 只是说做出来以后 价值当然会跟原来的差很多 可是问题是做出来也没有人带 不会啦 问题 还是有很多人带喔 你卖了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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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看谁一万块给我 就是要卖了 对啊 那你还是要卖一万块 一万块总是撈回来啊 你看还是投资涨啦 总是撈回来一点 好啦 这个没有关系啦 遇税人平安 然后呢 这个还是有它的价值 而且呢 可见 当时你的眼光也不错了 一万块 是吧 没有买到假的 没有买到假的嘛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也是翡翠 300 你要不顾这个 这个也是跟他买的呢 那等一下嘛 我们先看这个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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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秀水街买的 380 在秀水街买的 那还要估吗 什么意思 秀水街 不是 秀水街人家是那个 真的好的珠宝店 你以为秀水街都是山寨版啦 你如果真的能够买到 它是真的 然后那时候380块买真的很便宜耶 真的 我也不知道 你才 老实说我对玉比较没有概念 真的 380块台币喔 没有啦 人民币 人民币也才多少钱 1000多块 1000多块而已耶 我也不知道 我本来写祖母绿 后来我想 祖母绿 我跟唐燕生说改一改 免得到时候出球 我一想绿一点就是祖母绿 我跟你说 好 你这个我刚才做的折光绿是1.66 那就是玉 对 就是缅甸玉 实材是缅甸玉 所以呢 你这个我给你 很清脆 我给你猜 就两个金额给你 好 一个呢 是500块 那就假的 对 那另外一个呢 如果它是真的话 那就到8万块 那就是8万块 您真的好乐观喔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啦 哇 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那 那包包看我女儿一定要 好 秀手姐姐 到底有没有真货呢 我们这样一见价的话呢 就知道了 当然有 它到底是A的还是B的 我听说那个秀手姐姐 就像是所长讲的 都卖A货 A copy的货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 这个翡翠的耳醉 当时买的价格呢 大约是在一千... 一百...三百八十块人民币 大约也就是一千五左右台币啦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价 来 小公 我们再把它拉起来 拉起来 拉起来看 好 等一下 我们这个 好 这个感觉很厉害 你这个动作 据胡椒姐所说的话 是加拿大的这个并域 好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价 这一条地方 解决了 对 我们看了